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八十六问 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呢 回答 相信耶稣基督 这乃是拯救的恩典 借此我们是按照福音所见证的接受基督 并且唯独依靠它而得到的救恩 恩典就是不配的恩宠和慈爱 那么拯救的恩典就是上帝恩典的行动 达到了拯救的目的 那么相信正是一个这样的恩典 这就证明出相信就是接受基督 按照圣经所说的来相信它 于依靠基督 就将我们的心灵完全的交托给它 以它作为我们的救助 我们唯独依靠它 不依靠任何我们自以为可以得胜胜任的事 所以我们所求的唯独基督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在圣经当中是如何启示我们的呢 在以赛亚书33章22节 经上记者说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阿们 在约翰一书 约翰福音一章12节 经上记者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阿们 这说的是什么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凡是接待主耶稣基督的 就是接待了 就是信耶稣基督 你信耶稣基督 你才听他的 你才顺服他 那么这就证明出 你是属上帝的 那么在约翰福音 三章16节 经上记者说 上帝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阿们 在使徒行传四章12节 经上记者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依靠着得救 阿们 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的一条路 可以使人得救 所以主耶稣基督 是这个门 所以呢 只有从他的门进去的 才是属他的羊 而上帝也认识他的羊 他的羊也认识上帝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 斐利门书三章九节 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 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 阿们 就是说 我们不是因为行了律法 就比如说 我顺服上帝的话 他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所以我就得救了 不是 不是这个想法 而是因为 我相信上帝 所以我才顺服他 我顺服他 是我结出来的果子 是我的见证 我做出来 我行出来 这都是见证 这都是果子 这不是得救的根据 所以呢 一个真的基督徒 他信主 他按照主说的话去行 这就是他生命中的见证 向在世人的面前 做出的见证 是为了荣耀上帝 世人就看出 原来他是属上帝的人 是这个意思 真是感谢主 在希伯来书 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成轮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阿们 感谢主 这么大的救恩 临到我们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 感谢主 愿主 祝福你 让你得着这救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